歡迎回來 為您帶來最新消息 隨著颱風 宣蘭諾越來越逼近 北部地區持續風強宇宙 尤其是北部的山區 氣象局就發布了豪雨特報 而考量地形影響交通中斷 因此在新北市率先宣布了 平溪國中以及德拉南民族實驗小學 從今天中午十二點開始 停止上班上課 最近資訊提供給您 繼續我們回到新聞現場 氣象局針對這個中度颱風宣蘭諾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不過這外圍環流也是正在影響台灣 北部陽明山依然有不小的風雨 文化大學附近空蕩蕩 最新現場我們把時間交給記者 尹志剛 好的主播 今年編號第十一號的中度颱風宣蘭諾 雖然已經轉為中台了 不過它的暴風圈是持續的 逼近台灣並且對北部山區帶來影響 目前記者仍在陽明山上的文化大學的這個仇人坡這裡 讓我們可以看到現場這裡是風雨是逐漸的要大了起來 而在學校外呢也有部分店家是受到颱風的影響 不是拉下鐵門沒有營業就是生意比以往還要慘淡喔 讓我們聽聽稍早店家怎麼說 那生意是受到多少影響 到九成呢 少了八九成 那今天大概做了多少的客人 大概二十個左右吧 就到下午兩三點才二十個 對啊中午也沒人 路上都沒人在走 而文化大學預計是在下下個星期一 也就是十二號才會正式開始上課 不過呢有些學生呢是已經就可能是沒有回到家鄉 或者是已經提早回到學校附近的租屋處 你只可以看到仇人坡這邊是有零星的學生是撐著雨傘 沿著情人坡要走進校內 不過呢他們雨傘有的還是被這個強風給吹到開花 那麼陽明山這邊呢 因為這個虔然露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因此呢也被氣象局列為是這個發佈豪雨特報的地區 那一整個上午呢 陽明山這邊山區的雨勢是忽大忽小 不過風勢卻是一直都蠻強勁的 但是在山區呢也起了大霧能見度大約只有十公尺 還有零星民眾呢在上午甚至是不畏風雨 撐著雨傘上山只是為了想要泡溫泉 那麼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料呢 在下午兩點十分的時候 陽明山上的安部測到了陣風有六級 而安部今天的單日累積雨量已經有152.5公里 僅次於宜蘭的太平山是全國第二高 而今天下午兩點到明天下午兩點呢 台北市的山區會有150到250公里 那新北市則是200到340公里 那麼中央災害疫病中心也已經在今天上午是二級開設了 那華視新聞將持續為您掌握 軒冷落颱風的最新動態 也提醒民眾小心防臺 如果真的要外出也必須要注意安全 先把時間鏡頭還給棚內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請。。。